阿弥陀佛 请打开药节本纸 第十一页 药节本纸 第十一页 那么净土法门当中 与信愿一行 三支良 这是修学的宗旨 而当中的三支良与愿 愿是最要紧的 凡有愿的话 终究能够成就圆满 那么就如同外道当中的意图兰佛 他修的定到灰灰响定 最高的层次 那么他最初在水边的修习禅定 快要进入状况了 这个鱼忽然之间从水跳起来 扑通扰乱了他的禅定 他一到这个森林当中 做得快要相应了 这个鸟又开始叫 吵了他 当时啊 他升起一念恶行 我将来要成就了 我要当这个飞鱼 入水吃这个鱼 飞行空中吃这个鸟 后来呢 他很不容易修得灰灰响定 定力八万四千节 过了就下来了 就当这个飞鱼 入水吃鱼 飞空吃鸟 就满他的愿 所以这个愿很要紧 花了这个恶愿呢 他还是会实现的 在《神神传》呢 记载说呢 有一位这个出家僧人呢 在这个石头座的佛像前面呢 他就嬉笑的花愿说呢 如果我今生生死不了 我希望来生做一个威武大臣 后来真的做了这个大将军 这是细的 嬉笑的花愿 嬉笑的花愿 可以尚且能够实现 那何况我们制成呢 所花的愿 愿生极乐世界中呢 所以呢 在三支梁当中这个愿 是非常要紧 是最要紧的 最要紧 能够花起肯气的愿 是因为我们真实的相信 能够花起肯气的愿 我们就会想要去念佛 真实的去念佛 愿就是收射了前面的信 引导后面的这个行 这个愿很要紧 弥陀要解当中 欧主的开示 很容易让我们呢 对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信心 以及想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愿行 能够成就 再来呢 也就是我们呢 能够好好念这一声佛号 因为里面呢 从事 从你 两方面来开显 这名号的功德 名号的意义 这是非常特别 非常殊胜的 那么我们呢 在前面 说过了这个信门 这一处的信门有六信 所谓的信志信他 信因信果 信事信你 这个信他因果实 你就涵盖了整个佛法当中 所要诠释的圣医地跟世俗地 这两方面 那也就是说呢 整个佛法的理解当中呢 我们就是要相信 从世俗地当中安利啊 每一个延起法 它如是如是地呈现的 在圣医地当中呢 所有的法不离开我们现前的心性 不离开我们的真如本性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为什么 都是本性当中所记住的 但是不是没有修啊 是圆满菩提之后归无所得 当然圆教的人 在修的当下就是无修 因为都是本性啊 合乎于本性 所以这种道理啊 所以这种道理啊 在欧主的要解当中呢 很多的发明 这些道理发明很多的 我们呢就顺着这个文 接着再来说明第二 是恶门 结是恶门 恶门 恶门第一就是怨尼索普 第二呢就心求极乐 就是信念行三之良当中的怨门 怨门当中呢 它要记住两种心态 第一种呢是怨尼索普 第二种是心求极乐 第一个怨尼索普呢 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处理心 处理心 不是啊我要找哪个地方去跳啊 在台湾一跳下去 就是台湾海峡 不是哪个地方跳 我们呢这个处理心 处理什么呢 周遭环境的人事物 你处处直走 那个就是三界啊 那个就是瘦婆世界 瘦婆世界 要紧的就是我们在人事物当中 不要处处直走 处处直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心求极乐是菩提心 我们有那样的心呢 发现要成佛到极乐世界 是最迅速最快的 为了成佛 我们发现往生极乐世界 成佛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不然成佛做什么 成佛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十王三世一些诸佛 成佛之后 还是没有住在内盘当中啊 只要众生的因缘成所 都是因以合身得度极限合身 二维说法 讲他相应的话 佛是二六十当中 经常在度化众生的 度化众生 所以呢 心求极乐是菩提心呢 成佛度众生 到极乐世界 是最方便最迅速的 那我们呢 看在底下呢 欧主 这一处呢 他分成两段来说明 第一段证明二门 正是说明呢 这两门 心宴这两门 我们看 如此信仪 则收佛及自心手感之慧 而自心慧 你应应你 极乐及自心手感之静 而自心静 你应心求 那么欧益大师呢 欧主将所有的法 会归到现前的心 司法界啊 就是你心所变现的 清静跟勾慧也是你的心 是你的心 所以呢 转还成圣 不是在其他的 在内心 在我们心里 所以呢 一切诗律里面讲啊 这个如理咒意啊 是转还成圣的关键 这个环夫就是不善用其心 非礼咒意 圣人就是如理咒意 内心当中 都是不得了解一切 我原生 信空的 明相明处 所以呢 在这当中呢 欧主讲啊 如实信仪 从上面呢 六种 至他因果是理啊 这六个方面啊 这样来理解之后 深信了 那么这样来说 说起来呢 瘦伯世界 也就是我们至今的烦恼 业力 所感得的慧土 在《威魔戒经》当中呢 最初的佛国品 这师利佛啊 对我们师尊的国土有怀疑 所以师尊啊 其他的佛国土啊 都是清净的 为什么领导的国土啊 是构慧 那山啊 山啊高高低低的 也有坑洞啊 也有坑洞啊 等等的 这师尊啊 就用大拇指啊 按着地啊 这个当下 整个世界就变了七宝庄严的 所以 师利佛你看看啊 我的国土是这样啊 都是七宝所存的 平坦的 那再把大拇指一放 又回到原来的了 又是我们现前所见的 杂草一大片的 就说啊 师利佛 这个国土的过慧 是你们所感的 并不是我 我的国土是清净的 清净 所以呢 所佛 是我们呢 自心的烦恼业力 所感的慧土 那既然如此 是自心所变性的慧土 理应要厌礼 要厌礼 刚刚所讲啊 师佛世界没有其他的 就是你在人事物当中 种种的执着啊 贪真吃慢饮 这一些啊 要气舍的 应该要气舍 再来呢 极乐世界是自心 我们呢 信 愿 慈敏 所召感的净土 而自心的净土 在意理上 就应该要心求 欢喜 好要 去追求 这是呢 从心 欧主 从心开出来 施法界 就是一心 清净跟构慧啊 不离开我们现前的心 那你有什么 你不能问呢 佛是谁做的 菩萨是谁做的 六道又是谁做的 都是你的心啊 都是你的心 那么接着 底下呢 明其舍是理 说明取境 舍慧 是理的情形 这一处啊 证明 它分成两段 这一处证明 说愿慧 惜舍之究竟 方无可舍 心静呢 惜取之究竟 方无可取 故妙中淫 其舍若即 以不取舍 亦以慧亦策 所以我们呢 愿离啊 这个过会的国土 那必须要彻底的愿离 舍 那些舍到究竟 无可舍啦 舍到没有可舍 那就对了 这个时候 方无可舍啊 你要舍到究竟 还有一点 还是无明啊 还是无明 还是不清静的 那么心求静度 必须要取之究竟 方无可取 取之究竟啊 我们这个功德的建立啊 要非常的严满 非常地严满 那么清静的功德呢 要完全成就了 这个说 方无可取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讲了卢舍楼 包身佛叫卢舍楼 幻以卢舍楼 幻成中文叫什么 叫静满 静满 恶无不静 善无不满 就是这里所讲的 你要能够这样呢 舍会舍到究竟 心静心到究竟 叫成就了 成就了 这个卢舍楼佛叫静满 功德法身呢 功德报身跟清静法身呢 也不是两个 不是两个 所以呢 庙宗超 观经书 智者大师解释呢 《观无量收获经》的书 那么 在宋朝的支离大使 尊士法师呢 智离大师著作 庙宗超来解释呢 智者大师的观经书 的意思 那么在庙宗超里面呢 这么说 所谷舍若即 我们取境 舍会要到达极致 就是究竟呢 以不取不舍 亦挥亦策 所谓的不取不舍 就是清静心 跟禅宗的 所讲的不取不舍 那么清静心呢 没有什么差别 亦挥亦策 这个侧呢 是车轮碾过的痕迹 也就是说 没有两种轨道 没有两种意识的 这道理完全一致相同的 道理是相同 接着 破止 那么前面是正式说明 从正面的来讲 接着呢 反过来就是破 那个执力会识的 那么 摄不从事取舍 但尚不取不舍 即是执力会识 既会于事 理意不言 若打全是吉理 则起亦即理 舍亦即理 舍亦即理 一起一舍 无非法界 故次信 而明厌也 这个呢 这个呢 就好像说呢 慈戒 慈戒 那么学经论的 那么有的人呢 他会认为 那慈戒 着相啊 着相 就好像说 现在我们从事呢 起敬 舍会 这好像着相 我们要知道啊 凡夫 都是有相的 诸法实相是无相 但是你没有正德啊 都是在有相境界 你最初不从呢 断肉修散啊 那没有路可走啊 没有路可走 第一步呢 一定要做断肉修散的 断肉修散 所以这个帝王讲啊 假设不从事于 事项上的 取境 舍会 你对啊 这个敬会 没有什么分别啊 那就是天堂跟地义差不多 那这样就不行了 就不行 所以呢 要从事项上的 取境 舍会 你不这样做 但是从上 不其不舍 那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成爱 那么你 起心动念啊 那就是头上安头 你要是这样啊 认为的话 没有到那个境界 还不行的 所以古人讲啊 他呢 无一物处呢 无尽障 无一物的地方 无尽障 有花 有叶 有楼台 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他还是有作用的 还是有作用 所以呢 但是从上 你不取不舍 就是指礼而废事了 指礼而废事了 指礼而废事了 既然呢 废除了事修 那你所悟的理啊 也不圆满 实相当中 是祭族的空跟不空 空如来藏 不空如来藏 其心路里面所讲的 如是空 如是不空 如来藏当中呢 祭族横杀的功德 但是空啊 那是二称啊 二称啊 二称啊 二称还不能见佛性的 不能见佛性 所以这个地方呢 讲啊 你要废除了事修 在理上呢 你所悟的也不圆满 也不圆满 我们讲呢 事一理程 事相是依理性而显现出来的 但是呢 事相呢 这个理 理是依事而显 在事当中就显发这个理 我们盖房子啊 这个蓝土跟房子 蓝土当作理啊 房子是事相啊 经由蓝土 画出来之后 把房子盖好了 你要看蓝土 房子就是蓝土 事就是理 事就是理 所以呢 策务大师呢 他老人家呢 有这么开示 他说呢 自信弥陀 弥陀自信 直信费修 因要成病 所以呢 我们的本性 就是奥弥陀佛啊 奥弥陀佛 也就是我们的本性 但是呢 直信而非修 本性是奥弥陀佛 没有错啊 但你没有修 不能开显 不能显现 所以你要直信而非修 非事相上的 信念念佛 那这样呢 因要成病 本来讲这一句话是告诉你 你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 你这样认真的 信 愿 慈 敏 就能够把我们本性给开显出来 但是你执着啊 不朽 欢喜不朽 执着于理性啊 因要成病 极乐为心 为心极乐 理土 论心 欢成大错 极乐是为心土啊 为心土 不离开我们本性的 为心极乐 也就是由心而显现的 为心极乐 那么离土论心 但是呢 你要离土 单单讨论到心啊 心清静就是净土 那你认为啊 没有极乐啊 那就不行了 离土论心 也就是波刺 延起的 延起的极乐世界啊 但是论心 心清静就是极乐世界 那这样啊 欢成大错 欢成大错 所以延起大师讲啊 你要着实而念能相继 不需入品之功 从事相上入 着实而念能相继 着在事相呢 念之在之啊 而能够呢 敬念相继 还是呢 不需入品之功 在酒品当中 你能够得一品 但是呢 要直理而心识未明 没有真的开悟啊 没有真的开悟啊 但是稍许的了解而已啊 那么缓受落空之后 缓受落空之后 缓受落空之后 偏了 偏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呢 是 离 它要圆容 离当中呢 是让我们认知啊 我们所念的佛 没有其他的 念佛就是念心啊 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才能够有佛啊 没有念那就是 是性德修得不显啊 不行 还要一念相应 一念才是佛 佛的觉也就是本 本具的那个性的 我们的本性的开线 落打 全是其理 而假使能够了达 完全的事项 当下就是离体 那其 蛇 没有离开啊 我们的心啊 事项上的对质 其蛇的差别等等啊 其实呢 都是随属于佛性的 不离开我们本性的 那这样的话呢 其遗疾是理 蛇意疾是理 而你其净土 也是随顺我们的理性啊 那么我们的清净心 蛇说佛也是随顺我们的清净心 我们真的本性的 所以一起一蛇 无非法戒 没有不是当体 就是法戒的 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啊 而有一切的造作 所有的造作 用金子啊 作成金相量 金手作 金头像金茶杯啊 各式各样的契技啊 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契技啊 金的刀子也好啊 都不离开金 不离开金子 所以无非法戒 故赐信 而明厌也 所以赐予这个信心之后呢 而说明这个愿 发愿的 这个愿的重要性 愿的重要性 我要发愿呢 要愿理说 心求极乐 从事 从理性的 两方面 都要 都要的 接着我们呢 再看着 四妙行 愿 解释过了 接着 要解释呢 慈明的妙行 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 底下呢 要分两段 追出正名行妙 正式来说明呢 慈明这个行人呢 是非常的唯妙殊胜 愿支持明好 一心不乱 则 明一朝得 得不可思议 故明好 亦不可思议 明好功德不可思议 故事闪称为何种 指指登不退也 好 那么言 支持明好 一心不乱 在我们《欧彌陀经》当中讲到 要支持明好 若一日乃至若七日 一心不乱 这个支持明好呢 就是下手功夫 一心不乱呢 而是最后的目标 目的 支持明好 那么到达最后的一心不乱 这个支持呢 所谓的支持 直这一个字 直受在心 持呢 是保持不死 将弥陀的名好 欧弥陀的名好 直受 直持 直受在我们的内心 保持不死 这个叫支持 心念 口颂耳听 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心念 重新 这个符号重新 重新念出来 接着由我们嘴巴呢 发出声音 口颂耳听 把声音听回来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心就安住了 要是当中呢 有迷迷糊糊的 若有若无 这个当中呢 已经有维系的沉默 沉默 细的叫沉默 粗的叫分层 分层的所有境界不见了 沉默的时候 就是境界不清楚 但是细的分层 细的分层 这个时候你的正念力 已经退失了 那个直指已经没有直指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还是离不开 心念 口颂耳听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那最后的目的啊 就是能够得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这个一心 所谓的一心 就表示呢 这当中在念的当下 没有妄想的夹杂 这个心 能够安住在呼号上 明静而住 而明静而住 这个明 明就表示没有分层 静就表示没有散乱 不分层不散乱 心在呼号上 能够安住 叫明静而住 明静而住 不过外境的烦恼 外境还有内在的烦恼所脑动 一心 是一心 你一心 后面会讲啊 不为监视或所乱 是失一心 不为无名所乱 是离一心 这个境界就比较高 比较高 一心不乱 这不乱呢 这表示上面的一心它的力量 因为一心 所以一心不闪掉 不被境界 不被内在的烦恼所劳动 那么至此名号一心不乱的情形啊 那就说呢 这个名号 这个阿弥陀的名号 名号的功德是怎么样呢 名以招的 这个阿弥陀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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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号就是召集 佛在因地当中所修的无量的功德 佛因地当中所修 所成就的这个无量的功德啊 是不可思议的 照在永结的修行 哪一个功德不修呢 太多太多 数都数不完的 因为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使令它的名号也是不可思议 我们讲呢 诸佛的名号 依功德而安利的 后面的六方佛 每一尊佛的名号 也是依它的功德所安利的 阿弥陀 也是依它的功德所安利的 在无量寿经里面 有十三种的名号 乃至于超日月光佛 超日月光 它的光明啊 超过太阳的光 超过月亮的光 而世间呢 这些太阳的月亮 虽然有光也是普照啊 但是还是有局限 有障碍的 阿弥陀佛的光明啊 是超过太阳 月亮的光明 它造时光国无所障碍的 那太阳你在太阳下可以看得到 但是跑到房子里面就照不到了 有障碍 阿弥陀佛的光明没有障碍的 所以叫超 叫超日月光 也是依它的功德所建立的 所建立 所以呢 名 这个德不可思议 所以使令呢 佛的名号啊 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这不可思议的情形啊 莲慈大师讲啊 月三期一念 一一念 其诸圣一片眼 菩萨道当中呢 从最初的初心慧一直修 修到 十回向圆满的时候 是第一大阿僧奇节 那么三期修佛慧啊 修佛修慧 所成就的叫佛果的功德 佛果功德 那么月三期 超越三大阿僧奇节 在一念 这个一念呢 就是能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念 我们这一念心呢 念佛就入佛法界 在十法界当中啊 我们每天起心动念 不离开十法界 一下子起探真识 三个道啊 一下子要持戒啊 五戒十善 而仁天啊 了解啊 一切法 诸法 延生啊 无常无我生文德 发菩提心呢 行菩萨道啊 这是菩萨 我们要念念念佛 直接就入佛法界 入佛法界 入佛法界 所以这个地方讲 月三期一念 三大欧生期节 就是现前能念佛的这一念心 念阿弥陀这一念心 那么极得超越生死的轮回 成就佛果 七诸圣一片眼 七 就是七等于诸圣 诸圣就是佛菩萨 在片眼就是这一句 阿弥陀的名号 名号所成就的功德 阿弥陀照在永绝的修行 所有功德就是色素加持在这一句佛号上 实际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以佛的功德来庄圆至极 叫做呢 什么呢 果地解 做因地心 因该果怀 果策因缘 这印竹在文昌里面 经常开示的这个道理 是讲这个名号的功德 殊胜 所以有一次学员到香港的东年念佛堂去 上课 上课 东年念佛堂的功德堂前面的两个柱子上挂了一对对脸 这怎么写呢 墨亚一生超十地 西子六字瓜三称 这是印竹的华语 印竹的华语 墨亚一生超十地 你不要惊讶 这些阿弥陀的名号的功德超越十地 十地菩萨的功德 要了解 西子六字瓜三称 你必须要了解 这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鸿鸣 就该瓜了三称 身闻言解菩萨他所修行的所有的功德 通通该瓜了 原佛变周 念佛就完全圆满了 所有的功德 就是佛 佛成就佛道 就所有功德圆满了 所有功德圆满 而阿弥陀佛慈悲用这个功德力 摄持在这些佛号上 让我们念佛的演练当中成就都是功德专业 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名号 名号 行庙 这一句名号 它是非常微妙殊胜的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名号的功德是那么样的不可思议 所以使命闪称为佛种 子子登不退 闪称 闪乱 闪乱心称名 也称为称佛的种子 在佛法当中 我们要诵第一章经里面 大家了解的 你在佛法当中 一为神许的小善的将来 所得的都是究竟的内盘 称佛的 所以古人讲 一句弥陀法中王 杂念昏辉也无妨 万里乌云遮天日 人间处处有余光 万里乌云遮天日 但是人间处处有余光 还是其他地方有光明的 这佛号闪乱心来念 他还是有功德 他还是中了善根 只是现前的受用这一方面 欧毅达斯开显到究竟意来讲 无论你闪心 无论定心 念念滅 八十一节 八十一节的生死重罪 因为佛的功德就是那么殊胜 你不了解一千块的小孩子 不晓得一千块 你要去到朝朝天去买东西 他不晓得拿去买了多少 人家就找他多少钱 还是有一千块等值的价值 他都不认识 但是还是有那样的功德 那样的功德 佛号就是如此的 所以直持登不退 散称作为称呼的种子 你要直持不失的话 那就登不退位 原正三种不退 胃不退 心不退 念不退 这后面会讲到 这是讲到佛号的功德 在欧毅大师解释的《法华经》 在《法华会议》里面讲 过去印度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供养一尊天神 天神的像 把它做得很壮明 这个头是用金子做的 用黄金做成这个头 有一天这个道劫 知道这一段事情 起了歹念 这个头是黄金的 要把头砍下来 可值钱 这个道劫就去偷 但是就拿不到 拿不到 怎么拿不到呢 砍不下去 这太大了 砍了一道砍不下去 砍了一道砍不下去 最后第三道砍的时候 念一声 拿摩佛 头掉了 就被砍走了 砍走了 隔天 这些村庄的人 来看 这糟糕了 天神的头怎么不见了 不见的时候 这个旁边有人就说 可能 这个道劫在砍头的时候 这个神不在 没在家 不在家 所以头被砍了 要在的话 怎么会被砍了 那个天神 他就附身 附身一个人讲话 说不是 你讲的不是 当时我是在的 我在 这个道劫在砍的时候 忽然之间 他念了一声拿摩佛 所有的神都动了 我也吓到了 那一下子就被砍了 头就断了 他讲完了之后 这村庄的人在想 那这样讲起来 这个神还不如佛 那我们就信佛 那大家就皈依佛 在讲到一声拿摩佛 他念了拿摩佛 没有念的时候 因为神有威德的 他没办法的 一念佛呢 那个天神就退了 威德就退失了 马上就被砍掉了 所以欧毅大师讲 这种情况尚且如此 欧毅要支持明浩 十方的神尊 怎么敢当呢 还没办法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对佛 对三宝要有信心 信心很要紧 信心很要紧的 接着我们再看着 底下一段 较量行妙 较量跟其他的修法 来较量 修行的这个法门 我们看呢 第一段 是诸行累 只是诸行比较下累 差一点 然诸经是净土行 万别千差 如观相 观想 礼拜 供养 五悔 六念等 一一形成 皆神净土 然而诸多经典当中 有间代来指示 这个净土之行 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 万别千差 有种种不一 就如同有观相 或者观想 像观经 波测三昧经 这个都是属于观想 观想的 礼拜 同样 同样 五悔 修行五悔 忏悔 欠情 随喜 回向 花艳 修证五悔 他这个灭醉 最灭的 他能够成就了 修行能够成就了 六念 念佛 念法 念神 念诗 念戒 念天 六念等等的 一一形成 每一种的行门 要能够个别 他们都能够成就 都能够往生净土 都能往生净土 这个地方是做教 教量 是凸显 慈悯念佛 待悦往生 要紧 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力 你没有断货 你可以待悦往生的 那这个地方 观相 观想 礼拜 供样 五悔 六念等等 这一些在真正的 我们来修念佛当中 他可以当作是助行 但正行就是念佛 知词名号 就念佛 这一一形成 他都能够生净土的 观经当中 十六观是佛讲的 是佛讲的 那知词名号 行文当中也是佛讲的 但是呢 对着根基 众生的根基不同 不一样的 而十六观 基本上来讲 你要得定心的时候 那个才成就了 不得定心还不成就呢 他要得定 得定 所以啊 我们感觉啊 就是说 末法众生的根基啊 比较差 你修这些呢 圣行 都不容易成就的 不容易成就 但是呢 要有根基的人 他在修 他就不一样了 而像观经的话 北宋的时候 北宋的时候呢 是刚刚啊 刚刚要入这个末法的初期而已 唐朝之后呢 像清亮国生那个时代 已经像法 已经像法后面了 离佛魅度之后啊 有1876年的时间了 那在一百年呢 一百多年就入末法了 所以北宋的时候 是末法的初 这个时候 像法末 末法初 这个时候的 人的根基啊 还比我们现在好很多啊 好很多 那北宋呢 智力大师 尊士大师 就是诗音颤主 他们老人家都是修啊 佛座上面是观像的 观想的 十六观的 他们那个时候呢 就是有大德出世的时候 这个法修成就啊 那基本上就拉着走了 大家就一直往这个地方去学啊 所以你要看那净土圣贤录里面呢 别宋那个十集的往生 那个十集的往生 都是修十六观经的 诸位看那个净土圣贤录就知道 但是后期就直接就是持明 比较对积 比较对积 所以到我们现在来讲 这些都是属于住行 要以持明念佛为正行 要这样子 所以底下一段讲 独显持明妙 特别显示出这个持明 是最为为妙的 所有的行门当中 就持明念佛 为持明一华 收集最广 下手最义 故释迦持准无问之说 特向大致 势利佛念出 可谓方便中低方便 了意中无上了意 原顿中最极原顿 故隐 清诸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佛好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也 在一切的净土之行当中 唯独持明念佛这一法 他所收集的根基最广 前面的观像观想 这些 尤其观想 他是比较利根的人修的 而基本上来讲 不适合我们顿根 但是持明念佛是收集最广 三根仆背 不但顿根 利根的人也修 下手最为容易 没有时空的这种障碍 不妨你的工作也可以 从最初的佛堂当中的用功 静中修 乃至推而往外的动中修 动中修 故释迟尊 故释迦尊 故释迦尊 特别慈悲 无问 没有人请问 佛就自己主动 说出这样一个法门来 古德说 这持明这一法 持明念佛 会久记众生所能知 为佛 以佛方能究竟 所以没有人能够问 佛自己就说出 没有人能问的 平常佛讲经是要有人请法 佛才说的 佑者这个法门三根不被 三根不被 所以他不必要简别对象 不需要问 佛就说 佛就说出 那么无问之所 这表示出佛特别的慈悲 这个悲心是特别 特别 动根的人 要没有这个法 他要了生托死 要能够成就佛 他就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法很特别 所以特向大致 舍利佛念初 那么这也表示出 大致舍利佛 表示能够相信这样的法 是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 天如禅师 他就说 你要开悟而不练佛 敢保老兄你没有开悟 这意思就是 你要真的开悟 你就念佛 所以很多禅宗的大德 开悟之后都是念佛 永明耶稣大使 我们受工大师 阿弥陀佛再来 他老人家禅宗开悟 也是念佛 白天做108件的佛事 晚上北风另外一个山头 念十万生活 等于没有在睡觉 一生没有在睡觉 但是禅宗开悟 就是弘扬净土 念佛 也是念佛 那么可谓啊 方便中第一方便 方便 修净土念佛 就是方便 当中的第一方便 就要吃面念佛 淡平六字 出乾坤 出乾坤 那普通的法门 是要从空观入手的 从空观入手 念佛法门 从有念入无念 因往生而正无生 你今生当中 不一定要正无生 到极乐世界 你要正无生 正无生法人 那么疗愈当中 无上疗愈 疗愈当中无上疗愈 念佛成佛 念佛成佛 直接入佛秤 圆顿当中 最极圆顿 心作心事 你当下念佛的心就是佛 心作佛 心就是佛 圆顿当中 最极圆顿的 所以说 清除头鱼走水 走水不得不清 古时候有清水珠 这个珠非常特别 这个水非常混浊 这个珠子一丢下去 珠子露水一寸 水马上清一寸 露水一尺 那么就清一尺 水清一尺 清水珠 所以清水珠 投于走水 走水不得不清 以这个作辟意 佛号 要投于乱心当中 乱心不得不佛 有人念佛的功夫 一直使不上力 念佛 念了很久 还是打妄想 使不上力 应该要升起 这个惭愧心 要畅悔 我们自己的业障重 在惭愧心一提起来的时候 用自成心来念佛 就能够相应了 那么还要精进的念 念佛要精进 不是一念不乱 一心不乱 这一句不乱 等一下第二句就乱了 还不行 还要保持 还要保持 要精进念 这样道业才能够相应的 就如同说呢 这个茶可以止渴吗 饭可以止饥 口渴喝茶可以止渴 要肚子饿了吃饭吗 但是你只喝一口 吃一口饭喝一口茶 可以止渴吗 可以止饥吗 还不行 所以念佛念一句还不行 你要多念 要多念 所以印竹讲 所以念佛没有什么奇特 就是多念 多念 你念了念久了自然会相应 自然会相应 那么要紧的 也就是说我们念佛 前面要依信念 引导我们念佛 用念佛你念得扎实了 念得入心了 接着我们对前面的信念 心会增长 解根形两个相互相成的 那么念佛法文当中 重量没有得到一心不乱 但一心不乱是我们的目标 要有这样一个目标 万一过不上 但是能够成片 那都很好 都很好 那么要紧就是大悦往生 他不一定要到一心不乱的 信念记住 信念记住 你能够来念佛 都能够往生 后面会讲到的 会讲到 这个究评往生的情况 好 那么接着最后面一段 结归因果 那么我们《阿弥陀经》的宗旨 因果 这个不是仁天的 也不是恶称的 的因果 不是 而是一佛称的因果 念佛是要成佛的 是一佛称的因果 所以信念持明 以为一称真因 四种净土 以为一称妙国 己因 则果必随之 故以信念持明 为经正宗 其四种净土之相 想在庙中操集 幻网玄逸 知不具数 事后一 事一正文中 当立世人 所以信念持佛名号 那么以此而作为 一称的真因 一称就是一佛称 我们念佛就是成佛的 不是成其他的 要成就其他 是一佛称的真因 成佛的真因 真因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为了成佛 而将来呢 四种净土 以为一称的妙国 念佛 念佛为因 往生极乐世界 为国 则四种净土 极乐世界有四种净土 从荒变友谊土 凡僧同期土 荒变友谊土 十报庄严土 常极光净土 而作为一佛称的妙国 净因 则果必随之 净出真因 你能够信愿辞明 能够信愿辞明 只要你信愿祭足 你来念佛 虽然没有得一心不乱 也能够往生的 在凡圣统基督 凡圣统基督 所以净出因 它一定有果 因果是同时戒严显现 所以净出因妙果 必定随之 所以以信愿辞明 你把这个因栽培好就对了 果报是自然成就的 你要记住有信愿辞明 记住有这个因 果报 决定是有 所以呢 就以信愿辞明 作为本经修行的正宗 其四种净土之相 这四种净土的相状 详细的说明在观经书 庙宗朝 智礼大师的 庙宗朝里面 解释这四种净土的相状 以及幻网弦邑 欧主的解释幻网经 前面的弦邑的部分 也有解释这四种净土的情形 知不计数 我们这个地方呢 因为是讲弥陀经 最主要信愿念佛 所以这四种净土 就不记住详细的说明 而等到后面解释 一正二报的文当中 最初第一段 正宗文的第一段 一正二报里面的文 文中呢 当耶利的提示 而就是罢了 那么 彻乎大师呢 在遗路当中讲啊 说呢 我们呢 生死关头 有两种力量 第一种 叫心力 心绪多端啊 重处偏醉 这个时候啊 就是心力 临终的时候啊 叫乱心慰 叫乱心慰 第六意思 不起现行啊 这个时候任由阿赖原色的种子啊 哪一个势力强啊 那我们呢 还没断气之前 这个心呢 平常的人 心绪多端 心绪就是你的念头很多 重处偏醉 这个时候啊 这一辈子跟下一辈子啊 是很近的 只有那个念头 重处偏醉 就是你很多的念头当中 哪一个念头最强的 重处 你执着的地方 从那个地方呢 就去了 这个叫心力 心力 第二个 如人互在 强者先前 这叫业力 第二种的力量是业力 业力 好像有人欠人家债啊 强者先前 来讨债的时候啊 强 势力强的人先拿走了 讲业力 第一个讲心力 第二个讲业力 讲业力 业力最大 但是心力更大 心力更大 因为业没有真实性的 业没有知性啊 完全依我们的心 因为业是心所造 业也是由心所转 心能够造业 所以临终的时候啊 这个在大字论里面讲啊 重生造善 临终起恶恋 多恶道 一生当中都是行善的 临终是很不幸 起了一个恶恋 就到恶道去啦 反过来 重生造恶 临终起善念 生善道 这个是说明心力 强过那个业力 平常都是造恶的 但临终那一念 临终那一念 那么起了一个善念 就生善道了 生善道 就讲那个心力 心力这一方面呢 那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呢我们呢 平常啊 念佛 就栽培啊 那个串洗 心力的串洗 心力的串洗 在《内盘经》里面呢 讲到一个情形 有一个母亲呢 带着儿子 那么经过了 在道路上走呢 经过了一条河 这刚下过大雨啊 这个河水非常的湍急 流得很快 那一不小心呢 这小孩子啊 被这个水冲走了 所以母亲呢 轻急之下跳下去 救那个小孩啊 也溺斃了 人家溺斃啊 就生天了 生饭天 当下生饭天 为什么 那母亲呢 当下救儿者是一种 慈心 悲心 她是生饭天了 生饭天 那么饭天 就是社洁天 社洁天呢 修慈悲喜舍 那母亲的心 是一种慈悲心 当下救小孩啊 她自己溺斃的当下 就生饭天了 生饭天 我讲那个心力 后面那个念头 那个念头 那个念头很要紧 所以呢 陈后大师讲啊 这个心力为重 夜力为强 这样才能够牵引你下一辈子 果报 心力要重 重心 夜力要强 才能够牵引你下一辈子 现在呢 假使我们有阴重心 信愿 念佛 你修习这个敬夜 这敬夜就强了 每天的 念佛主真实的发愿啊 所有的功德 为了往生极乐世界 成为度众神 那么 所以呢 心夜 心重 夜强 为西方啊 是我们的 归去的地方 他日呢 暴宗的时候呢 决定往生西方 不到其他地方去啊 就好像一棵树 平常往西岛 忽然之间有人把它砍断了 他自然就往西了 往西 这告诉我们呢 平常的时候我们的起心动念 你要经常要去看啊 你的心经常在那里游走 在三宝境界 或者在无意的境界啊 所以莲子大师说呢 你不用问我 你到哪里去投胎 你就看你平常的念头 看你平常的念头 因为心会牵引我们 到那个地方去啊 所以心力 这一方面的栽培 串息力 这记者论里面讲 临终的时候 随重 敬 串息 三个次地 重业 重业先前 你幻重界啊 幻重界 那一种心力 那一种业力很强 要是你没有偷偷唱尾 没有气啊 折损 临终的时候 那个业力很强 一下子就拉走 就拉走 随重 敬 敬就是最后那个念头 最后那个念头 最后那个念头 决定你的气处 要没有在一种昏沉啊 譬如说呢 恨死 来不及念啊 当下的恨死 那个心处在一种迷糊的状态的 那就一串息 平常的 平常的 所以经典里面讲 你平常经常欢迎往生极乐世界啊 念之在之 心里的目标就是这个地方 其他都不是了 通通放下了 要是恨死 还是照往生 还是往生 所以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非常要紧 非常要紧的 所以因此呢 平常也念佛 但是呢 你心中啊 还没有完全放下 这一种人呢 临终的时候 要特别开导 特别开导 我们在祝念的时候啊 要是说这个人呢 念佛 基本上 他平常都在念佛 而对世俗的这些事情 他也都看开的放下 少开示 多念佛 少开示 而第一次开示完了就好了 接着就 帮助他 提起政论就对了 要是反过来 平常念佛不得力 在世间很执着的 这一种人 要多开示 要让他放下 心要打开 心要打开 而这是啊 有他的影响的 要开示 要多念 要端看这一个人 平常的情况 那我们就说呢 现在啊 现在 我们这个念佛法文 也非常的盛行 注念也非常盛行 现在注念用什么测呢 用仪器去测量 测量 测量整个身体啊 测量到最后面 头部是热的 有温度 这个人往生了 这是对还是不对 科学的东西是唯悟啊 能不能够往生是你的心啊 念头 是心啊 科学的东西是唯悟的 相信这个 会悟大事 会悟大事的 所以你看哦 我们看净土十一论 智德大事 在净土十一论里面讲啊 所有的这个 这个临终的 锐造 所有的这些吉祥的好的 锐造 通通不用讲 临终在定之心 就是净土塑身的心 完全是心的问题 完全是心的问题啊 而现在啊 这个我们念佛法门啊 不能偏了 不能偏了 开始唯悟了 大家留学这个 不好了 佛法里面讲心地法门 这个维师里面讲 前义俗寂静 附生于义俗 前面一个义俗果 结束的时候 要献起另外一个义俗果 第八识是真义俗啊 我们献出的果报是义俗生啊 是义俗生 是第八识 心啊 第八识 你怎么去测啊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佛法正确的观念 心 在正念 毋毅大师呢 在这个古德的这个开示里面呢 当时的明朝的这个受伤禅时 有一个年轻的禅儿子去参访他 这个禅儿子也有一点功夫 但是很自私 高慢 那么走了之后呢 没有多久 过了几年 人家通报 这个年轻的往生了 往生了烧了一些舍利啊 人家在回报受伤产生 受伤产生怎么讲 这烧舍利不一定啊 解脱神识啊 不用看这个 要看它有没有真实的公布啊 佛法里面的论心啊 不要坐在像啊 一直往外追求这个像 所以没有临终 没有这些瑞兆 无所谓 正念分明 就最后一口气 阿弥陀佛断气了 就绝定往生了 绝定往生 现在用仪器去测量了 这个都是唯物 唯物的东西 唯物大事的 唯大事 再来还有一个单位啊 要是他注念到决定往生 还有决定往生的事情 佛法是讲延期法 要符合延期啊 正见的 这个人没有那个心 他没有信念的心 你怎么往生呢 要他能够这样往生 佛就让他往生就好 还要你去做啊 佛就让他往生啊 你就不用修了嘛 是吧 我还要夹着修行 还要靠你内因 然后配合外缘 因为有内因 外缘才能帮助啊 佛是最大的外缘啊 我们现在外缘都有啦 为什么我们还在轮回 可想而知吗 轮回是你自己的事啊 是你自己的事 还有决定往生的 给他注念到决定往生的 这个是不符合延期正见的 这样在弘扬念佛法门 其实是在败坏这个法 所以主持大人没有这样讲的 主持大人强调你要信念祭祖啊 要信念祭祖 应祖开始你要通身靠导啊 要通身靠导 要皈依的心 要自己通身靠导 才可以的 孩子要成为内因啊 你的内因祭祖 外缘 阿弥陀大别原理 马上射之去了 待业往生是这样啊 所谓的待业往生 还有业要待啊 你不能讲那个没印没果的 没印没果的 那个不行的 是吧 所以佛法里面讲 缘起正见 念佛法门不离开缘起 你看阿弥陀大师前面 从缘起 从理性两方面开始 但是 这才是符合念佛法门的道理啊 符合佛法的正义 我们的念佛法门不能够说 我是特别法门 跟佛法扯不上关系的 不是啊 还是佛法 不能够离开佛法的正见的 所以这一些啊 我们希望啊 就是说 我们呢 是念佛的行者 大家都愿意往生极的世界 我要记住正见 临终在定的心 就是净土受身的心 都是心 没有经过死亡 就是那一念心 就在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了 莲花化身 要这样子来学习啊 我们对这样的法门啊 它才是殊胜了 才殊胜 我来强调佛的大便宴利 信愿记住 不用到一心不乱 临终一念正念 阿弥陀佛就接你去了 就接你去了 就待会往生 好 接着我们再说明 第四 命利用 说明利用 那么由信愿持民之因 所成就的功德利用 这个利用也就是讲果 讲果 所以底下呢 就分出来说明 分三段 第一段总标利用 第四名利用 此经以往生不退为利用 就是他的果 念佛的果 第一次呢 说明利用 这一部经 阿弥陀经呢 以往生极乐世界 成就三种不退 而成为利用 你能够信愿记住 老实念佛 你就有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成就三种不退的功德 这果报 那么这分成呢 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 往生 第二是不退 往生就往生到四种净土 就着所受用的环境来讲的 那么不退 成就三种不退 是因为内心 内心的正面 所成就的 换计划说 我们呢 深信 切焉 老实念佛 到极乐世界啊 基本上 有两种的功德 第一个 我们受用医保的环境 种种的庄严 无有众苦 但受足乐 其次呢 我们受用呢 这个极乐世界的环境呢 内心当中生起念佛 另外念生德行 有三宝啊 清净力量的设置 清净力量的设置 所以一到极乐世界去 他一定认得三种不退 第一个 胃不退 第二 心不退 第三 念不退 这后面呢 会加以说明的 那么接着 底下就个别来说明 别名利用 个别来说明利用的情形 分成两段 最初就往生来讲 就往生 极乐世界啊 就分成四种净土的相状 那么底下呢 分两段 最初种标 龙种标出来 往生由仕途 各论九贫 且内明得生仕途之相 那么 若持持名号 未断见识 随其或散或定 于同基土 分三倍九贫 若持持持一心不乱 见识任印鲜落 则生方便友谊土 若持你一心不乱 祸破无名一贫 乃至思思一贫 则生十报庄严净土 以分正常吉光土 若无名断尽 则是上上十报 就净吉光也 那么最初龙种标记出来 说往生到极乐世界 有四种净土 在每一个净土当中 他又个别讨论有九品 九品也是大盼 其实是无量品 我们的心得城市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 所以各论九品 之下姑且内明 耶利来说明 得生四种净土 个别的象征 那这四种象征 我们在下一堂课 在接着说明 你自己吃饭 上眼尔 有五品 冰箱 的人 都是对 有五品 这五品 人都有游就 快乐 这五品 远